据TimeMedia报道,由于钓鱼岛纷争持续,预定由港星梁朝伟与日本偶像艺人前天敦子合作的中日电影《1905》形同胎死附中,日本制片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宣告破产。 该公司已停于2月20日,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申请办理破产手续,公司目前负债约6亿4千万日元。 该日本公司去年决定拍摄中日共同制作电影《1905》,男女主角找来港星梁朝伟与日本偶像艺人前天敦子,当时一度造成话题,吸引了亚洲各地影迷的注意,公司还打算在台湾日本搭建大型外景场地,并预定近年秋天在日本全国上映。 然而去年9月因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恶化,梁朝伟也因接拍此电影《卑批缺骨气缺爱罗新》,后来传出梁朝伟推出演出,制作进度也停顿,导致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而宣告破产。 顾虑娱乐为您整理报道。